這是航空東西的小偷 這就是我們市府員工 技工 對著一幕指證麗麗 台中市議員吳顯森 提包建設局 路燈管理科 養護工程人員 疑似本身開水電行 但利用植物質便 涉嫌偷切安定器和電線等公務 再回家存放 每天他的工作只有盜起公家財務 沒有在工作 沒有在修理路燈 然後簽到加班亂報 簽到亂簽 除了疑似偷切公家財務外 議員也指出他26號上午11點突襲路燈管理科 上班時間本該是下午2點到晚上10點 卻發現簽到部已有11人在11點簽到 明顯有偽造文書到領加班費的嫌疑 議員痛批市府根本是管理鬆散 我希望市政府要拿出破例來 該移送的移送 該夥伴的夥伴 不然這個 農委老百姓的六歲金錢 現在人家在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一個月四五萬 這麼好康 國鴻報告班 還有有書記 科長降調喔 不是調職喔 然後陣風處已經展開調查 而且還通知了聯政署會同調查 所以這個是一定會追究到底 對於議員之一 市府表示 簽案部份已經移送陣風處調查 至於撬班和福報加班費的部份 也送到了考計會 一定會秉公處理 還給社會大眾一個真相和公道 記者的講台中 參謀